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的是 觀眾朋友都很喜歡的債券 為什麼 因為呢 其實我們節目裡頭邀請到很多來賓 也都紛紛提到說 今年佈局債券其實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時間點 那特別是呢 有機會 殖利率還有價差是兩頭賺 那我們也幫 這是沐華哥幫大家統計 其實今年以來 績效比較好的幾檔的債券ETF 第一名就00679B 今年以來到目前為止大概是5.76% 這都韓息的 韓息的嗎 這個是報酬率加息的部分 然後另外像是富邦歐洲銀行 然後新興亞洲ETF等等 當然就是ETF很多 那我想直接先請教沐華哥的是 我記得你在去年9月10月的時候 你就買債券ETF了 我記得 我沒記錯吧 沒錯 上節目講的 沒有 你私底下跟我說 我私底下跟你講的 那當然如果是去年9月10月 剛開始好像有一點點小套 往下掉 對 但你很有信心 持續報到現在 然後又有加碼 你看好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上週末 美國簽訂聯準會主席博南克 跟美國現任聯準會主席鮑威爾 他們不是兩個人 一起出席了一場叫做貨幣政策小組論壇嗎 在那場論壇上面 鮑威爾講的非常清楚 他說因為最近美國區域銀行的問題 所以聯準會可以不必要 把利息升到原來這麼高了 這代表說 六月份鐵定不升息了 而且呢 五月應該是美國聯準會最後一次升息了 所以利率的這個升息循環 已經到了一個相對的末期了 那我們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當利率到一個升息到一個末期 它就會停在高點一段時間之後 就要降息 所以在這個階段 就是債券佈局的最好時間 那去年9月開始佈局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就慢慢買 分批慢慢買 每個月這樣慢慢買 所以你終究會買到一個平均成本 主要原因是在這邊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我覺得債券仍然是未來兩三年 我非常看好的標的 因為它不但現在目前可以鎖高利 而且它還有這個資本利得的預期空間 我們就先以慕華哥買的這幾檔的債券ETF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好了 慕華哥買了好幾檔的債券ETF 三檔 四檔 三檔 那我們先講元代美在20年是長天期的 那慕華哥大概是在這個價位買 我差不多在這個地方買 9月的時候買 然後9月的時候買 它還往下掉掉到30塊附近 那最近呢就是在震盪打底的一個階段 那它最近才剛剛除完息 0.29元 基本上呢你會發現它其實沒有什麼漲 但也沒有什麼跌 那00679b 就元代美在20年 它主要會受到幾個因素的干擾 提供給我們觀眾朋友參考 第一個就是台幣匯率 台幣的 如果台幣太過強勢的話 會影響到它的這個走勢 就台幣如果是升值的話 那目前沒有嘛 對相對它就會比較受到一些影響 就負面的影響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美國的這個所謂利率變動的情況 我們一般講就是20年期的這種 所謂長天期的利率 殖利率的一個變動 假設殖利率是往上升的話 就代表它的價格是下跌 那最近呢這幾個禮拜 差不多三四週 美國的10年期 20年期的殖利率是往上升的 為什麼要往上升呢 因為美債那個違約的風險 很討厭 一直都不解決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債券會有一些賣壓 但是我認為那個是假議題啦 因為它終究會被解決 只是歹戲脫膨可能會偷到最後一刻 那終究解決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其實你不用太擔心 就是說這個東西會不要抗 所以這兩個因素呢 使得它最近的這個價位 稍微有一點搖擺壓抑 就有一點盤整啦 對有點盤整 也不算大跌啦 就盤在這 但它今年以來是有這個 寒息報酬的5%啦 我覺得 如果以穩健的投資人來講 算是不錯的一個標的 更何況 我會去買它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因為它的流動性非常的好 在所有的債券ETF裡面 它的應該交易量算是最大的 就是名列前茅喔 對 所以呢 你還可以把它出借 這邊有一個小小秘密 出借 對對對 借給誰 就有人會借 像我的這個00679B 就借出去 我買的全部被人家借著 而且你知道利率多少嗎 3% 所以呢 也就是說 現在目前它的年息 年化報酬率 就是說固定收益的部分 大概差不多3%多4%嘛 你再加上3%你是不是有7% 怎麼這麼好 對 所以這個就是 上燕利節目一定要告訴大家的好康 所以你如果買了 你不準備賣的話 你可以跟券商申請出借 我都沒有申請 對 你趕快申請 等一下結束之後 就跟券商講說我要出借 我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券商的出借率 大概是1.2%到3% 所以說呢 最高有到3% 那借的人多嗎 很多 一下就借掉了 你如果出借條件寬鬆一點 比如說出借條件什麼叫寬鬆呢 我們一般出借條件就是說 你可以設定說 你隨時可以賣掉 對 或者說你設定3天 3天之後賣 或者說5天之後賣 那當然隨時可以賣掉 你就不容易出借 因為借的人 他不希望你隨時賣 他要還券 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可以設定5天賣 通常你設定5天賣的話 你應該今天早上設定 下午就可以出借了吧 理解 原來有這個好處 所以要告訴大家 你可以出借 對 就跟我們一般的股票一樣 都可以出借 對 都可以出借 只是有沒有人要借的問題而已 好那莫華哥 我再幫大家問一個問題 就是 以00679B這檔ETF來說的話 你大概會擺多久啊 喜歡剛剛分享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超前部署的最新內容喔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